北民有声 我有一座恐怖屋 第九十五集 费有亮和朱嘉宁 两位秦广工作室的员工 进入恐怖屋参观 企图拍摄下鬼屋的攻略视频 并暗中修改一架 将鬼屋内部情况尽力抹黑 然后趁机刷一波差评 然而当这两个人进去后 诡异的环境 让他们内心的恐惧 逐渐被放大 从那间诡异教室里落荒而逃后 两人又进入了 必先所在的女生宿舍里 在费有亮的怂恿下 朱嘉宁无奈地同意了体验一次 笔仙游戏 好不容易请来了笔仙 可当费有亮的第一个问题 她未来妻子的名字叫什么后 笔仙的回答 竟然是去死吧 三个字 去死吧 费有亮心里纳闷 只是简简单单问一下自己未来妻子的名字 怎么就出来了这三个字 两者之间毫无关系 自己也是完全按照笔仙游戏的规则去做的 没有犯任何忌讳 不可能惹笔仙生气 她略移沉思 心中有了答案 这一定是鬼屋老板提前设计好的 不管询问什么问题 都会出现这三个字 费有亮感觉自己已经洞悉了鬼屋老板的所有想法 心中慢慢生起了不过如此的念头 这三个字出现的方式很巧妙 暂时我还没有弄明白原因 只不过 鬼屋老板太刻意去强化恐惧 而忽略了合理性 如果换作其他游客 在慌乱之中 很有可能会中断笔仙游戏 或者触犯笔仙的禁忌 这时候笔上出现这三个字 会迎合他们的心理暗示 以为笔仙真的出现了 从而感到害怕 但可惜 他今天遇到了我们 所有步骤没有出现任何错误 但是他纸上的回答 却和我的问题锋满牛不相及 由此可见 笔仙只是个吓人的噱头罢了 说了半天 非有量发现朱家宁没有回应 好像屋子里就他一个人一般 他赶紧抬头一看 只见朱家宁正呆滞地 望着自己身后 嘴巴张大 五官扭曲 小猪 你手怎么这么凉啊 你在看什么 朱家宁此时的表情有些吓人 他就好像没有听到费有量的话一样 全身都在颤抖 就和手中那根伤痕累累的圆珠笔一样 颤抖得越来越剧烈 费有量心中出现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也察觉到女生宿舍里气氛有些不对 和之前比多出一种无法形容的压迫感 而这压迫感的源头 好像就在自己身后 他想要转身 但感觉后背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住 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变得僵硬 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原理啊 一个个问题上过他的脑海 那种想看又看不到的感觉 让他十分抓狂 随着阴冷的感觉传遍全身 身体好像被扔进了冰窟里 费有量打了个寒蝉 他的皮肤表面浮现出 快壮的青紫色印记 就好像有树枝看不见的手 抓住了他 他感觉身后的东西 似乎是要挤进自己的身体里 更糟糕的是 有一股寒意 慢慢地压在了他的肩膀上 越来越重 此时他面对的朱家宁 终于忍受到了极限 用尽全身力气 喊出一句话 你背后有人 后背 后背有人和背后有人是两个概念 一个是趴在背上 一个是站在背后 费有量大脑还在本能地思考 分析着他深浅的朱家宁已经一跃而起 甩开了他的手朝门外狂奔 朱家宁走得果断直接 毫不犹豫 而被队友抛弃的肺有量 还呆呆地坐在地上 手中缠裹着透明胶带的笔就好像是长在了他的手上一样 甩都甩不掉 手臂 手臂僵硬 他根本没有动 但是笔尖却自己在白纸上 书写起来 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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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个猙獰的红字出现在白纸上 朱家宁已经离开了 握着笔的只有费有量一个人 他很清楚 自己的手从头到尾都没有动过 这些字是在场的其他东西书写出来的 就算是这个时候 费有量仍旧怀有一丝侥幸 他喜欢寻找刺激 因为他从不相信世界上有脏东西存在 他一直自诩是一个绝对理智的人 小主看到的东西可能是三地投影 椅子并排摆放 游客玩比线游戏的位置是固定的 只要在应对的角度安装好设备 就能营造出类似的效果 原理应该是这样没错 可为什么我的身体在颤抖啊 他承认自己小瞧了这杆破旧的圆珠笔 小瞧了鬼屋 如果再给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 他绝对不会这么冒失地进来参观 背后上冰凉的感觉仍在蔓延 废友梁手中的笔在疯狂书写过后 终于不堪重负 胶带崩开 再次断裂 笔杆上端脱落 此时纸面上刚好写完一个死字 结束了吗 手臂慢慢恢复控制 废友梁直到这个时候才敢喘息 肌肉仍有些僵硬 他想要活动活动身体 但却发现肩膀很沉 根本动不了 他以为自己挺过了笔线游戏 实际上这惊魂的体验才刚刚开始 挣扎着扭动脖梗 废友梁看向自己的身后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他做足了心理准备 可是回头一看却发现 自己背后什么都没有 血清夜茶 可为何小钟会做出这么夸张的反应 他看到了什么 废友梁大脑飞速运转 在这期间 他的肩膀变得更加沉重 就像是被什么东西踩着一样 肩膀踩着 脑中闪过一个画面 废友梁似乎想到了什么 慢慢地扬起了头 秋千在自己的肩头上 站着一个吊死的女人 那女人黑发披散 脸部因窒息而肿胀 双眼外托 透着不知缘由的愤怒 废友梁嘴巴张大 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每一根寒毛都树立了起来 眼镜歪歪斜斜地挂在脸上 甚至感觉在那一刻 她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后面的话没有说出口 她的瞳孔就开始涣散 身体亲切 软软地倒了下去 另一边 诚哥故意在外面等了几分钟 才进入牧阳中学场景里 他要跟那两个参观者错开时间 站在场景外 诚哥突然有些纳闷 半天没有听见惨叫声 看来那两个勤广工作室的员工 倒是有些本事 戴好人皮面具 诚哥先进入了最后一间教室 将那装着二十四个笑牌的纸盒 放在讲台上 桌椅被碰到 看来他们进入过这里 并且遭遇了什么东西 两人遭遇了什么 诚哥也不清楚 这个场景他还没有完全摸索透 把青岛的桌椅重新归位 地上的纸和课本塞回抽屉 做完这一切后 诚哥忽然听到前面的分叉口传来脚步上 有人在走廊上狂奔 来了 会是谁呢 诚哥身穿沾满鲜血的医生外套 戴着无数张脸拼合而成的人皮面具 慢慢走出了教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